今天用紫草提取两种紫色饮料,取500克梅用的硬紫草丢进钢里,将梅用的酒精盘住钢里没过紫草,盖上盖子浸泡两天,刚摆好的矿石架子小家伙迫不及待地开始欣赏了。 两天后将浸泡好的色素过滤出来,接下来从这酒红色里提起紫色,称去凝凡约80克后倒进大杯子里,并用热水化开,搅和均匀后倒进大染缸里,可以看到颜色越发的鲜艳,重建深红色,将深红色液体分装,倒入苏打溶液后马上变成偏蓝色的紫颜色,随着不断搅动颜色越来越紫,接着倒入氢氧化钙溶液, 慢慢搅动颜色,可以看到液体逐渐变成色相偏红的紫色,静置沉淀贴个标记。 狗子好像对这块石头很感兴趣啊,完全沉淀后将两只缸里的上红液体抽掉后将底层的沉淀5分装,洗净后折叠几张绿纸,准备几个简单的过滤装置,按照标记倒进对应的绿杯里,等过滤出来就可以看到颜色的差异啦。 静置一个晚上,依次取下过滤好的色泥,倒在托盘上小心地将色泥砍下来,均匀地铺开,是为了更好的干燥,汗满满一盘子。 第二种紫色出粉不多但颜色较深,饱和度高,送进烤箱70度29分钟后取出,将色粉壶拉到盐玻璃均匀地眼碎。 干燥后这两种色相的紫色差异还是挺大的,这第二种方式提取的紫色是真好看呀。 觉得不错给个小爱心支持一下吧,感谢。 紫草是一种开白色花根部呈现紫色的植物,其根部所含色素难溶于水,可用酒精浸泡提取色素,这便是酒精提取法。 若用40-50度的水恒温慢煮也是可以提取,但呈现的色彩效果相较于酒精提取减弱不少,所以不建议使用。 这两瓶紫色你更喜欢哪一种呢? 接下来把这两种紫色粉制作成水彩颜料看一下颜色效果。 加入牛胆之后开始研磨,紫草分为硬紫草和软紫草,不仅可以用于眉染,其根部还可以入药,药用来源于紫草科植物,新疆紫草和内蒙紫草根,有粮血解毒,煮至单独,麻疹等。 慢慢填进颜料格子里,咳嗲嗲嗲,将空气震出,接着制作深紫色颜料,吸取牛胆汁。 8个小坑,将牛胆汁递进去,调和均匀后开始研磨。 先研磨20分钟,可以看到相较于前一种底色,这一款纯度确实高了不止一点。 接着滴入阿拉伯塑胶调和均匀后,再加入蜂蜜,扩弄几下后继续研磨20分钟。 研磨至无颗粒感且细腻丝滑时即可停止研磨。 接着填进颜料格子里。 下面来试一下这两个紫色,第一种颜色叫通透,第二种颜色覆盖力好,色彩较浓郁,饱和度高。 这两个紫色我更喜欢第二种,颜料架上又多了两款紫色。 怎么样朋友们,紫草的制作方法你学会了吗?是不是很简单? 感谢观看! 感谢观看